曾有余,话说曾老翁是昆杨的世家大族 老翁刚死去还没入脸时 两眼中忽然泪出如之 老翁的六个儿子都不解释什么缘故 赐子曾替,自有余,是县中名士 见此情景,认为不吉利 告诫弟兄们各自谨慎 不要让父亲死了后还感到痛心 但弟兄们却有一半讥笑他迂腐 原来,老翁原配妻子生了长子曾成 长到七八岁时,母子二人都被抢到乳去 续娶后,生了三个儿子 曾孝、曾中、曾信 且又生了三个儿子 曾替、曾仁、曾义、曾孝 因为曾替等三人都是述出 十分鄙视,不和他们来往 拉拢曾中、曾信 结成帮派,有时和客人喝酒 曾替等经过堂下,也傲不为礼 曾仁、曾义都很气愤 和曾有余商量,也跟他们为仇 曾有余不听,百般宽慰 曾仁、曾义年龄还小 哥哥既不同意,也就罢了 曾孝有个女儿 嫁给了本县一姓周的人家 后来病死了 曾孝便叫上曾有余 要去周家问罪 游子不愿去 曾孝很生气 命曾中 曾信究极本族中的无赖子弟 去捉了周七 横家独打 抛梁摔碗 盆盆罐砸了个一干二净 周家告了官府 县令大怒 将曾孝等拘拿了去 下在狱中 要申报郡府 隔去公民 有余为弟兄们担心 自己去见县令投案 对有余的品行 县令一向气重 看在他的面上 诸兄弟们才没受多少苦 有余又到周家 代表弟兄们负荆请罪 周家也看重有余 官司才算了结 但曾孝回家后 并不感激有余 不长时间 有余的母亲张夫人去世 曾孝等三弟兄也不穿丧服 照酒欢宴喝酒 曾仁 曾义气愤不过 有余说 这是他们无礼 对我们有什么损害 等入葬时 曾孝等又守住父亲的墓门 不让张夫人合葬 有余没办法 只得将母亲暂时葬在墓道中 又过了不长时间 曾孝的妻子王顾 有余招呼曾仁 曾义过去赴葬 二人说老一辈的丧礼他都不讲 还讲什么小一辈的丧礼 有余再三劝告 二人不听 有余只得自以前去 到选葬时哭得十分伤心 此时却隔墙听见曾仁 曾义又是敲鼓 又是奏乐 曾孝大怒 就和朱弟兄去殴打二人 有余抄几根棍子跑在前面 曾仁先觉到不好 立即逃走了 曾义刚要跳墙 被有余从后面一棍打下来 曾孝等人上前拳棍交加 往死里殴打 有余见状 忙用身子护住弟弟 曾孝大怒 责骂有余 有余说 责打曾义 是因为他太无礼 但他最不致死 我不偏袒弟弟的过错 也不帮助哥哥的凶暴 你如还没出气就打我吧 曾孝掉过棍来就打有余 曾中 曾信也跟着 打骂声 痛叫声震惊了邻居 大家忙都跑过来劝解 曾孝才信信地走了 有余挨了打 毫不怨恨 扶着拐杖到哥哥曾孝家请罪 曾孝却将他赶了出去 不让居丧 曾义也被打得遍体鳞伤 水米不尽 曾仁悲愤不已 写下诉状 告了曾孝等不为树木出丧 县令接状发迁 捉拿了曾孝 曾中 曾信 让有余陈述事情经过 有余因为脸被打伤 无法去县衙 承文禀报县令 哀求稀释宁人 县令便消了此案 不再过问 曾义不久伤也好了 从此后 双方仇怨日深 曾仁 曾义都年小体弱 常遭毒打 抱怨有余说 人家都有弟兄 就我们没有 有余生气地说 这话是我应该说的 你们说什么 又苦劝两个弟弟忍耐 二人始终不听 有余便锁好门窗 携带妻子儿女 借助到别的地方 离家五十多里路 希望从此后二根清静 再不管闲事了 有余在家时 虽然并不帮着弟弟们 但曾孝等也有顾忌 有余走后 曾孝等稍不如意 就跑到曾仁 曾义的家门口高声辱 骂 连去世的母亲也跟着受辱 二人估量着敌不过 只有关门所护 一心想找个机会杀了他们 判个你死我活 每出门 怀里都揣着利刃 一天 被强盗掳去的掌兄曾成 忽然带着家眷逃了回来 曾孝等三兄弟因为分家已久 一块商量了三天 竟无处安置他 曾仁 曾义暗喜 将掌兄叫到自己家中养着 又去告诉了有余 有余十分高兴 忙回家来 三弟兄共同云出田产 房屋 让掌兄住下 曾孝等却认为 有余三人是买好送人情 又愤怒地跑上门来叫骂 曾成长期沦落在贼寇中 养成了勇武刚猛的脾气 此时不禁大怒 骂道 我回家来 你们没有一个人 肯到出间屋子 幸亏三个弟弟念手足之情 现在你们上门叫骂 是想赶我走吗 冲出家门 用石头将曾孝打翻居地 曾仁 曾义见机 各持棍棒 一涌而上 捉住曾中 曾信痛打一顿 曾成又到县衙告状 县令命人询问有余 有余指得去拜见县令 低头无语 只是流泪 县令征求他的意见 有余说 求大人给个公断 县令变判曾孝等都拿出财产 曾老翁的家业 由七人平均分配 从此后 曾仁 曾义与曾成更加互相爱护尊敬 谈及葬母一事 三人都伤心地落了泪 曾成怨恨地说 如此不仁义 真是禽兽 便想开坟 将树母与父亲合葬 曾仁跑了去告诉有余 有余匆忙回家 劝阻长兄 曾成不听 定下日子 开幕改葬 到了那天 曾成在墓前摆上祭品 又一刀砍去了墓边一棵树的树皮 对六个弟弟说 谁不披麻戴孝 就如同此树 大家唯唯听命 一家人痛哭着重新为张夫人发丧 一切按礼仪进行弊 此后 弟兄们相安无事 但曾成性子暴裂 动不动就打骂弟弟们 对曾孝尤其严苛 唯有看重有余 即使是圣怒之下 只要有余来到 一句话就烟消云散 曾孝行事 曾成总是看不顺眼 曾孝因此无一天不去有余家 暗地里对着有余咒骂长兄 有余委婉的劝解 还是不听 有余受不了他的骚扰 只得又将家迁到三伯 离家越发远了 也就渐渐地很少通音讯了 弟兄们虽都害怕曾成 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 又过了三年 曾孝已是46岁的人了 生了五个儿子 长子继业 三于继德 是嫡妻生的 次子继公 次子继继是妾生的 一个奴婢还生了个儿子 教继组 都已长大成人 也效仿父亲过去的做法 分别结成帮派 整天争斗不休 连曾孝也制止不了 曾季组没有亲兄弟 年龄又最小 兄长们谁都对他又打又骂 季组的岳父家距三伯不远 一次去拜见岳父时 绕道看望叔父有余 进入家门 见书家两个哥哥 一个弟弟 正在贤哥送毒 那种和睦亲近的样子 令季组感慨万千 便住在书家 一连几天不说回去 叔父催促 就哀求叔父同意自己住在这里 有余说 你住在这里 你父母都不知道 所以让你快回去 我岂是另心那一碗饭吗 季组只得返回 过了几个月 季组带着妻子去给岳母拜寿 告诉父亲说 我这次去就不回来了 父亲询问缘故 季组流露了 要借住到叔父家的意思 父亲担心和他家素有嫌隙 恐难已久住 季组说 父亲太过虑了 我二叔可是圣贤之人 于是携旗去了三博 有余为他打扫了房子 让他住下 当儿子一般看待 让他和长子季善一块读书 季组最聪慧 季居书家一年多 就考进云南郡学 此后 更是与季善关门苦读 十分勤奋 有余非常喜爱他 自从季组去了三博后 家中弟兄们更加不睦 一天为了点小事 季叶又辱骂树母 季公大怒 将季叶一刀刺死 官府拘捕了季公 严刑拷打 不几天便死在狱中 季叶的妻子冯氏还整天以骂代哭 季公积流氏听见 恼怒无比 骂道 你家男人死了 我家男人就活着吗 石刀进入季叶家 将冯氏又杀死了 自己投井而亡 冯氏的父亲冯大力 痛愤女儿惨死 率领自家子弟 衣服里暗藏兵器 去捉拿住曾季的妻子 包下衣服 在路上痛打 曾成大怒说 我家死人如麻 冯家怎敢又如此 吼叫着冲出家门 曾家子弟随后 将冯家打了个落花流水 曾成首先抓住冯大力 割下了两个耳朵 冯大力的儿子见状急救 被季季用铁棍一下横扫 打断了双腿 冯家人都被打伤 一哄而散 只剩下冯大力的儿子 躺在路边呻吟 曾成用胳膊夹着他 扔到冯家村外 自己回来了 又让季季去县里自首 冯家的状子正好也到了县里 于是曾家子弟竟被拘拿 只有曾中逃走了 跑到三驳 在有余家门外徘徊不敢进 正好有余领着儿子祭上 和侄子祭祖科考归来 看见曾中十分吃惊 问道 弟弟怎么来了 曾中还没说话 已经替累交流 常跪在路边 有余忙拉住手 把他拽进家内 询问后才得知家里发生的变故 大精说 这可怎么办 一家人都凶横暴力 我早预料到大祸不远了 否则我怎会躲到这里 但我离家已久 与县令久不通生气 现在就是一路跪着去哀求 也只会受辱罢了 只希望冯家父子重伤不死 我们爷三个侥幸有考仲举人的 这场大祸倒还能消解 于是留住曾中 白天一块吃 晚上一起睡 曾中很是感激 又十分惭愧 住了十几天 见他们殊职亲如父子 兄弟如同胞手足 不禁欺然落泪 说 现在才知道自己从前不是人啊 有余很高兴他能悔悟过来 两人相对不禁 心酸悲伤 不长时间 任豹有余父子同榜考中举人 祭祖也中了副榜 全家大喜 也不去赴陆明宴 先赶回老家省市祖坟 明代末年 磕甲最重 冯家听说有余高中 也自收敛了些 有余又托亲友 送给冯家许多财物 粮食 让他们买药智商 官司才算了结了 曾家全家人都哭泣着感激有余 恳求他搬回老家来 有余和弟兄们焚香历史 已让他们都改过自新 然后将自己家迁了回来 祭祖仍想跟着叔父 不愿回自己家 曾孝对有余说 我没有德行 不该有光宗耀祖的儿子 帝佑善于教诲 就让他做你的儿子吧 等他有了长进 再请赐还给我 有余答应了 又过了三年 祭祖果然中了举人 有余便让他搬到父亲家住 夫妻二人痛哭着离去 不几天 祭祖有个儿子才三岁 又逃到有余家 藏在祭上屋里 不肯回去 捉了回去就逃回来 曾孝指的叫祭祖分家令过 或有余做邻居 祭祖把自己家开了个门 通向叔父家 一早一晚跟往常一样问安 此时 曾成已经老了 家里的事都有有余做主 从此后 全家和睦 兄弟有爱 孝敬父母 家风一天天好起来了 一史诗说 天下只有禽兽 只知有母 不知有父 没想到一些师叔之家 也往往走上了那条路 人家门之内的品行 对子孙的渗润影响深入骨髓 古话说 副作盗贼 子必结强 这是刘弼造成的增效师不仁 可他的报应也够惨 他最终自知德行不成 把儿子托付给弟弟 那么他也应当有操心避惑的儿子 如若再硬说因果报应 就未免太淤了 好了 这个故事就讲完了 如果喜欢就点个赞吧 谢谢 再见